这个女人小时候,善心大发,竟然救了一个白眼王,害得自己,老爸住进RCU,表弟被人绑架跳楼,自己沦为陪酒女,还被威胁一百万换她的第一夜,就在刚刚明佑音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发现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突然就惊醒了,环顾四周发现,竟然在酒店,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在谈生意的,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这时酒店的房门,被一个男人缓缓打开,灯光被打开,让明佑音一时无法适应,适应后的明佑音,看到进来的男人,竟然是叶启函,明佑音惊恐道,混蛋,你对我做了什么?谁知叶启函轻飘飘的说,我只是在酒里放了点东西,明佑音问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叶启函说我只是来跟你做交易的,随后拿出一张黑卡,说里面有一百万,密码是你的生日,只要你陪我一晚上,他就是你的了,明佑音一把甩开伸向他的手,说我永远不会接受你这种人,叶启函竟然一手 扼住明佑音的脖子,将他拉向自己,你拒绝我真的好吗?没有这一百万,医院就要把你爸丢到大街上了,想到这明佑音突然犹豫起来,下一秒的明佑音仿佛换了一个人,说叶公子竟然这么说了,音音怎么好拒绝呢?只不过音音想先洗个澡,刚喝了酒怕脏了叶公子的身子,叶启函看着眼前的明佑音突然觉得很陌生,但是转念一想,好啊,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明佑音借着放水的时间在浴室左顾右盼,随即将手伸向浴室的花瓶,叶启� 都已经在做准备前的工作了,突然听到浴室,传来一想,连忙跑向浴室,问到音音出什么事了,只见明佑音手上血迹斑斑,叶启函看到明佑音手上在滴血,急忙说道,快给我看看,伤到哪里了,谁知明佑音,竟然反客为主,一把扑倒叶启函,扑倒的叶启函说,你这么着急的吗?我倒是不介意,但是你在流血,先对我看看伤口,明佑音怒道,别动,少在哪儿假猩猩关心我,只见明佑音带血的手拿着带血的碎片,抵着叶启函的脖子 说你还想睡我,轮到谁都轮不到你这个白眼狼,叶启函说,你想做什么,你不敢的,明佑音咆哮道,我现在难命一条,你说我敢不敢,而叶启函心里想,音音,我们之间的关系,本不该这样的 这个女人也太惨了吧,刚从给他下药的男人那逃脱,却晕倒在地,被一个陌生男人抱走,原来12年前,明佑音在雪地里发现叶启函,因为叶启函无依无靠,明佑音祈求父亲收养他,直到两人渐渐长大,成为别人眼中的青梅竹马,结果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从他口中得知,明佑音的爸爸竟然是他的杀父仇人,每每想起这些明佑音,便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说到你害了我爸,就是我的仇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此时叶启函仿佛觉得理亏,只是拿出黑卡,让明佑音带着离开,明佑音随手丢掉叶启函的黑卡,转身离去,说你的一切,包括你的钱,都让我觉得恶心 离开后,准备回家的明佑音不知是失血过多,还是药性发作,扑通一声便晕倒在地,突然一只褐色的狼狗带着一个男人来了,男人发现明佑音血迹斑斑的还有气息 连忙将明佑音公主抱,吩咐狼狗戴上他的包,带回家后,男人细心的为明佑音处理伤口,处理伤口的疼痛让明佑音疼醒 下意识以为又是叶启函,刚准备咆哮,就听到一个陌生的男生说别动,你受伤了,我给你上药 一系列的操作行云流水,最后就差一个蝴蝶结了,男人说他叫站云亭,发现他晕倒在他家楼下,才带他回来处理伤口 明佑音感激的说谢谢,谁知男人说不用谢,你救过小五,应该的 就在明佑音还在疑惑小五是谁的时候,小五来到他面前 此时,明佑音想起几周前去医院的路上,顺手救的一只狼狗 等在回去的时候说狗狗已经被人接走了,原来他就是你呀,可是你怎么知道是我救了他,我应该没有留联系方式呀 站云亭说小五认识你,随后小五跟明佑音打闹起来 站云亭将一个文件带拿给明佑音,明佑音发现是自己之前丢的医院档案 随后站云亭给小五眼神示意,小五将一张银行卡丢给明佑音 站云亭说卡里有70万,你先将救着用,明佑音慌了,说你什么意思 站云亭说你不是很需要钱,这让明佑音无法反驳 紧接着说档案代理的资料我看了,你爸的情况我也知道了 站云亭拿起银行卡说小五是我的无价之宝,你救了他,这是你应得的 明佑音看着眼前的银行卡陷入犹豫,最终还是选择了收下 因为爸爸的医药费真的不能再拖了 结果站云亭说不够的话我再找我弟要 明佑音想着留个电话吧,后面有钱了还你 结果站云亭说工作特殊不方便留电话 随后站云亭开始撵人,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明佑音连忙说,好的,这附近打车方便吗 站云亭说,你家就在楼下呀,打成车 这让明佑音尴尬了一下,我们是邻居吗 没想到既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以后打交道肯定不少了呀 女主的老爸住进了ICU 表弟被人绑架后跳楼,自己只能赔酒赚钱 那个白眼狼还处心积虑的想占有女主 站云亭处理完明佑音的伤口后就让他回家 知道他们是邻居后的明佑音表示改日再来道谢 随后小五便护送明佑音回家 送到后小五回家,只听到站云亭问小五 人送到了吗 明佑音听着站云亭和小五的声音 觉得站云亭竟然还有温柔的一面 第二天明佑音连忙交上医药费 剩下的30万月底前要补上 这时明佑音的电话响了 同事跟他说晚上有个单子,你去不去 明佑音立马精神,说去去去,单子一定拿下 回到家的明佑音发现门口已经有人在等着了 结果竟然又是叶启函 明佑音看到他惊恐的连连后退 只见他表弟被叶启函的人绑架了 明佑音怒了,你疯了吗,快放了他 叶启函一副,我吃点你的表情说 那要看你的诚意够不够了 明佑音已经气得发抖,只见叶启函 说你不请我进去做做 叶启函反客为主,说可惜,这房子不能收购 明佑音说你非要我无家可归才满意 谁知叶启函竟然说你睡我床上我更满意 明佑音怒道,叶启函你抢走了明示还不够吗 我爸已经倒下了,你放过,我们可以吗 叶启函说,可以啊,你签了这个,我保证不动你表弟 明佑音看了一眼,这跟卖生气有什么区别 叶启函让他别想那么多,签就行了 只要你答应,我立马放人 一边表弟还在咆哮,明佑音签了,他就死给他看 明佑音想到爸爸还在医院 表弟被人绑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不能再让他伤害我的家人了 随后明佑音就准备签下自己的名字 结果表弟竟然直接冲破玻璃 选择从楼上跳下去 明佑音听着手机里的人说,弟弟跳下去了,整个人都懵了 随后,直接向叶启函动起手来,说你还我弟弟 叶启函反手,就是一巴掌,将明佑音甩开 说这都是你们,就由自取的 说都是因为你爸杀了我父亲,让我有妈生没爹养 哪知明佑音,竟然直接在墙上撞晕了 叶启函连忙过来问,音音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大声的喊明佑音,你给我醒过来 见明佑音清醒,连忙抱住他,仿佛下一秒他,就会失去他 明佑音一把推开叶启函,说你不要碰我,随后跑到阳台,叶启函问道,你要做什么 明佑音说,我要是从这里跳下去,你会放过我的家里人吗 说吧直接跨上阳台,就要往外跳,可是死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他那么爱他,也那么恨他,女主一次次被人威胁,纠缠,又有谁能帮帮他呢 站在阳台的明佑音,竟直接从阳台跳下,想着用死去解脱 叶启函眼急手快,一把拉住明佑音,明佑音哭着说,放开我,是我害了他们 叶启函连忙说,你表弟没死,我的人正在送他去医院,明佑音不敢相信的问他,是不是真的 叶启函继续说你爸还在医院躺着,你要是死了,我立马送他们下去陪你 最终说服了明佑音,将明佑音拉上来,明佑音上来就是一巴掌,让叶启函离他远点 叶启函感受着左脸的疼痛,仿佛有永远用不完的威胁,说看来你不想知道你弟在哪家医院了 明佑音又被威胁着,说小城在哪,叶启函将头轻轻靠去,说我带你去 明佑音看到,听到小五的叫声,明佑音回头,看到湛云亭和小五在旁边 明佑音发现明佑音好像哭过,拍了拍他肩膀说,遇到麻烦了,要帮忙吗 一旁的叶启函催促着,明佑音支支吾吾的说,谢谢不用,随后转身离开,说我先走了 看着明佑音离开,湛云亭拨通一个电话,说帮我追踪一个信号 另一边离开的明佑音,气喘吁吁的跑到手术室,终于手术结束了 明佑音连忙问手术怎么样,明佑音听着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不过患者左腿粉碎性骨折 以后恐怕留下后遗症,此时的明佑音自责又难过 想着要是自己当年没有见叶启函,他们就不会遭遇这些事 明明醉生不如死的人应该是我呀 叶启函将嘴凑向明佑音的耳边,说音音别哭 你放心,我会找最好的医生治疗小诚 对于叶启函明佑音那是非常反感,立马推开他 说都是你把小诚害成这样 谁知叶启函说,说到底还是你太自私了 你要是早些,答应我的要求,他们会这样吗 我的条件不变,你做我的情人,我保证你的以后健康无忧 明佑音说,你滚吧,我不想见到你,你确定赶我走 你爸的医药费你已经付不起,现在又加上了小诚的 音音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我很乐意为你效劳的 明佑音说,是吗,拿起身后的花盆砸向叶启函 那你就为我从这个世界消失吧 然而,面对巨额的医药费,你主要怎么办 紧上叶总会,明佑音对程总隔空碰了下酒杯 觉得程希娜的项目应该也可以拿下了 被美色迷得昏头转向的程总哪能拒绝啊 只不过要让他再陪他喝上一杯 酒桌结束后,明佑音抱着厕所的洗手池就忍不住狂吐 他的头很痛,浑身难受不已 但一想到爸爸和明成的医疗费,所以他必须撑住 明佑音补完妆刚准备走时 身旁又传来了令他恶心的声音 叶启函喊的是他的小明 他问明佑音开心了吗 怎么变得这么狼狈了 明佑音冷哼了一声 这不都还是拜叶启函所赐的吗 叶启函快步上前 用力抱住了明佑音对他深情表白 听着他说的这些话语 他只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他会把毁了他的一切 逼他走投无路当作喜欢 叶启函今夜也是来跟别人应酬的 身上的酒气浓郁程度不比明佑音差 他把他越抱越紧 甚至想让他今晚留下来陪他 明佑音受不了他 挣扎着脱离了叶启函的控制 小五突然冲上去把叶启函控制在地上 叶启函也不断挣扎着 湛云亭让明佑音来到他身边 明佑音看见是湛云亭便一把抱住他 丢下后边吃味的叶启函 再次醒来后 明佑音发现这里是自己住的地方 身体还是有些发软 一只手在旁边的小五率先察觉到了他醒来 赶紧低误了一声 示意湛云亭他已经醒来了 湛云亭提醒他还是少喝点酒比较好 明佑音感谢他又一次帮了自己 解释着自己是因为生活所迫 闻言湛云亭站起身来环顾着四周 这里的房价也不低 不至于生活所迫吧 明佑音轻轻地摇了摇头 解释着这里是朋友的房子 让他在这里借住着先 湛云亭问他欠多少钱 明佑音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了 说自己可以解决 对方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从李家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让他解决不了的话就打这个电话 湛云亭说这是他弟 上次就是他带小五出去 小五才会走丢 明佑音还算是救了莫白半条命的恩人了 要不是因为小五找回来了 他少不了挨顿暴打 明佑音表示那他确实该打 小五亲切地蹭着他的手 明佑音突然肚子一阵反胃 捂着嘴冲去了厕所 等到终于吐了个干净后 就闻到了粥的香味 他走到厨房就看到了湛云亭 已经很久没人关心他了 紧上叶总会门口 明佑音边走边接着电话 对方催促着他快点过来 程总已经在等着了 他加快了脚步 全然没有发现身后有个鬼鬼祟祟的人 在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被捂住了嘴鼻 挣扎着吸入了不明物体后 他失去了意识 迷迷糊糊中 明佑音总听见有人喊他名字 叶启涵居然又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他说这都是拜明佑所赐 当年要不是明佑杀了他爸爸 他也不会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 叶启涵齐身压了上来 他不顾明佑音的挣扎就去撕舍他的衣服 明佑音怒骂着他丧心病狂 叶启涵今晚就要得到他 他也不怕明佑音的威胁 拿出视频让他看 视频中明佑面上带着呼吸机 明佑音看到了明佑的床边站着一个白大褂 猜到叶启涵要做什么 他让他快助手 可叶启涵却说 他喜欢看着明佑音无助脆弱的样子 叶启涵命令动手 医生着手要去拔掉维持明佑呼吸的机器 在怒火攻心之下 明佑音喷出了好几口的鲜血 随后就晕了过去 叶启涵赶紧把他送去了医院 某剧场的拍摄地理 审视后不断地在喊着客的 指责扇耳光扇得没有气势 可是明佑音已经被扇得头昏眼花了 他摸了一下被扇肿了的脸 他马上明白自己是被针对了 可是为了那二十万的骗酬 他再稍微忍忍就好了 再一次开始时 琴琴一巴掌直接把他扇倒了 明佑音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审视后又开始喊重拍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狗肺声响起 场面极度混乱 小五伸手敏捷地穿过群众 直奔刚刚打明佑音的那个人 冲他扑了上去 一个劲地冲琴琴叫 明佑音喊了一声小五 又转后看去 果然看到了湛云婷 湛云婷弯腰伸出手邋遢 审视后指着小五和湛云婷 让人把他们赶出去 还没靠近 就被湛云婷一个眼神吓退了 审视后直骂他们废物 听到导演说只是拍戏 湛云婷笑了 问那的导演拍戏 是需要把人打成这样吗 审视后自知理亏 但因为有人撑腰 说这是演员的自我修养 势则湛云婷算什么东西 敢对他指手画脚 身后传来一道呼喊是莫白 他喊湛云婷歌 莫白抱怨着湛云婷和小五突然跑了 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 说着他才注意到现在的场面 工作人员们都认识莫白 这是他们的大boss 湛云婷提了一句帮人 现在他也有人撑腰了 明佑音仰起笑脸提议 让审视后亲自给他示范一遍 他实在演不好这个戏份 审视后一听 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莫白挂着一副看戏的笑容 也附和着让审视后示范给他看 审佑情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他审视后娇贵 知道演不了 可对他却下了死手 明佑音音这脸让他别担心 他陪他一起演 说着就仰起巴掌打了下去 一脸打了好几巴掌 他每次都用尽了群力 直到审视后受不了了 捂着脸躲开骂起明佑音 在他审视后看来 明佑音不过就是一个 尚不得台面的贱人 审视后满脸恶毒 还扬言自己的脸上了保险 要明佑音赔得连饭都吃不起 听到这里莫白挑起了眉头 他拿起电话给金岛打了个电话 他嫌弃审视后皮肤太娇嫩了 说让金岛回头挑一个耐操练的来 还放下话他们雷霆不缺钱 一线演员随便他挑 只要有钱金岛什么都好说 审视后急了起来 求莫白不要换掉他 莫白嫌恶地甩开他的手 现在怕了有什么用 审视后哭得惨极了 之前莫白是喜欢他的 现在为了不被换掉 审视后答应马上就能嫁给他 莫白被闹得头疼极了 他之前怎么会眼瞎看上了审视后 他求饶无果 跪坐在地上崩溃地大哭 被雷霆封杀后他的演绎道路也到头了 而明佑英这边 湛云亭让他回家处理脸上的伤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明佑英 面对湛云亭整个人变得局促不安了 崩溃不已的审视后突然站起来 他冲去抓住了沈又晴的肩膀 就是沈又晴跟他说明佑英家破人亡 不会有人帮他撑腰的 沈又晴也不知道明佑英认识莫白 看着什么都说不知道沈又晴 他要气死了 没想到他居然是被自己的表妹害了 愤怒之际直接扇了沈又晴一巴掌 回到家后 湛云亭从医疗箱里拿出一支药 给了明佑英 让他拿回去疼的时候擦 现在湛云亭帮他擦着药 当药水站在伤口上时 刺痛的感觉让他皱起了眉 他又给湛云亭添麻烦了 明佑英柔弱的样子 让湛云亭面色一红 等他走后 一直默不作声的莫白问湛云亭 他和明佑英什么情况 湛云亭沉默了一会儿 告诉了莫白自己这次受伤 伤到了下面 给不了别人幸福 所以他不会娶任何人 包括明佑英 即使他确实对他有好感 莫少看向了湛云亭所说的那个位置 他对受伤的事情十分吃惊 和对方确认了这是事实之后 他想要带着湛云亭去找更好的医生 来解决问题 只是湛云亭却告诉他已经找遍了 不过也不是没有自行恢复的可能性 莫少突然意识到 田心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和湛云亭分手 这一点被湛云亭承认 郁闷之下的莫少忍不住在楼道里生闷气 在他眼里田心童既然说自己爱湛云亭 就不应该这样抛弃他 明佑英这个时候回来了 打开了楼道里的灯之后就看到了莫少 他发现对方的心情不好 在一个人抽烟想要安慰他 于是从家里拿了一些酒给他 莫少很快喝多了开始发酒疯 拿着酒瓶子就开始骂援助非洲的齐木青 不管湛云亭的事情 援助非洲勾起了明佑英的回忆 他想起了自己在非洲 杳无音信的二叔和二婶 他安慰莫少至少现在没有坏消息 莫少举着酒瓶子大喊 齐木青一定会没事的 并且要立刻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湛云亭 他没有注意到脚下的酒瓶子 明佑英伸手去拉他 结果就是两个人一起摔倒了 明佑英一边吐槽自己摔疼了 一边去看莫少 却发现他已经因为醉酒不省人事了 明佑英根本没办法把莫少背回家 刚好去拿酒的时候 还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开始喊小五 最终把湛云亭和小五都吸引过来了 看到醉酒的莫少 湛云亭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 发现依旧叫不省莫少之后 他直接把人抱回去了 因为楼道里面的灯坏了很黑 明佑英嘀咕了一句 湛云亭改变姿势 把莫少扛在肩膀上 然后向明佑英伸手 明佑英脸红地表示不需要这样 湛云亭觉得 是他不好意思拉自己的手 想了想之后 把袖子甩下来让他拉着 他就这样拉着他的袖子 上楼到了家门口 两人互相道别 回到了自己家里之后 湛云亭面色发红 他为自己刚才干的事情 感到很害羞 而明佑英也一样在想刚刚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 明佑英就来到了湛云亭的家里 他带来了一大锅骨头汤 请大家一起喝 湛云亭表示了感谢 莫少清醒过来了 他对昨天晚上的事情 表达了歉意 明佑英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莫少却坚持 要继续补偿明佑英 于是他找出来了一张黑卡 这样厚重的礼物 明佑英当然不可能收下 湛云亭却劝他接受 因为对于莫少来说 钱也只不过是数字 而他确确很缺钱 这些话确实说对了 明佑英就算不想接受他们的馈赠 也要顾及医院那边的费用 便十分感谢地收下了 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了 湛云亭让他去做自己的事情之后 就和莫少一起喝汤 在电话里面 明佑英答应了前往会所 听到了的湛云亭感到很担心 当天晚上到了尊皇会所之后 就看到了玉姐 玉姐跟明佑英讲了 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单子 叮嘱他一定要完成 明佑英让玉姐放心 到包厢后 他看到了叶启涵和简少 看到了这两个人之后 他顿时愣住了 几名保镖走过来请他进去 明佑英只好咬牙答应 走进了包厢 他给简少一边倒酒 一边说着恭维的话语 简少却讽刺明佑英 现在已经落魄到 需要恳求他们签订合同啊 叶启涵要求他 跟自己嘴对嘴喂酒 说他要是做 就可以签合同 明佑英讽刺叶启涵 现在分手了 反而想占便宜了 直接把酒喷到他脸上 简少顿时站起身来 把明佑英摁倒在桌子上面 他骂明佑英是贱人 要求他给叶启涵道歉 明佑英表示自己不会道歉 叶启涵把他摔在地上 然后上前几步拽他的头发 他拿着一个摔碎了的玻璃瓶 对准了明佑英的脸 威胁要弄花榻 但他依旧没有服软 简少彻底 被他激怒之后就要动手 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一阵狗叫的声音 小五突然冲上来 咬在了简少的身上 简少因为疼痛放开的酒瓶 开始叫保镖 一边甚至拿出了一把小刀 想要刺小五 这个时候 湛云婷突然出现 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小刀 看清楚面前的人 又是叶启涵和简少之后 更加生气了 他冲着简少就是一脚 叶启涵和简少 都被湛云婷教训了一顿 明佑英见到事情解决 开始关心小五 湛云婷安慰了他之后 要送他回家 叶启涵却说明 又应是他妹妹 不能带他走 看着他伸出的手 湛云婷很生气 他直接一把抓住了那只手 并且表示 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哥哥 莫少这个时候也来了 见到莫少之后 两人都很吃惊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明佑英 会认识莫少这样的 金圈大少爷 莫少和善的上前 和叶启涵握手 结果却在握手的时候说 要帮明佑英 灭了叶家所有人 叶启涵只能尴尬地回应 把这句话当作是玩笑 湛云婷却坚定地表示 不是玩笑 还让他不许缠着明佑英 叶启涵提出来 明佑英还要签合同 明佑英说 他早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也不愿意要这份合同 湛云婷带着明佑英和莫少 就想要离开了 叶启涵却要求保镖 把他们三个人拦住 几名保镖立刻围上来了 明佑英紧张地想要 让湛云婷和莫少先走 湛云婷让他安心 湛云婷说要带着他回家之后 觉得很可笑 他认为明佑英已经没有家了 还说如果他们愿意 留下明佑英就可以离开 湛云婷直接动手 眼见湛云婷的拳头 要落在自己的脸上 叶启涵直接坐在了地上 湛云婷威胁叶启涵 如果不让他们走就会死 保镖也劝他们放人 因为他们的人 打不过莫少和湛云婷 看着三人离开的背影 叶启涵开始猜测 湛云婷的身份 莫少对湛云婷的称呼 让他联想到了湛家 简少觉得 就算是湛家的人也没什么 他觉得展兰昭 今天放明佑英走很耸包 但是展兰昭 却只是因为 对于对方的同情 才这样说 他希望大家放过他 叶启涵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家里湛云婷 正在给明佑英处理伤口 他猜测湛云婷不是本地人 湛云婷也承认了 自己是京都的人 说自己前往这里 是为了养伤 明佑英对湛云婷的伤势 表示了担忧 他让明佑英坐下 以免撕裂了伤口 并且直接把明佑抱起来 带他去吃饭 说因为他的膝盖受伤了 需要少走路 他表示自己可以走 但是展兰昭 却坚持要抱着他 莫少吐槽他们两个 在自己的面前秀恩爱 展兰昭先把明佑英 带去洗手 一边洗一边叮嘱他 要保护好自己 他认为像尊皇会所 那样的地方 与孩子不应该一个人去 明佑英表示 这些事情 都必须他自己一个人面对 展兰昭很担忧他 一直到两人回到了餐桌上 明佑英的脸都很红 莫白调侃展兰昭 是不是对他做了一些什么 在展兰昭的目光下 他很快转移了话题 问起昨天那人 明佑英告诉墨少 叶启涵是他家里养子 也就是他亲手 毁掉了他家里的事业 想到了这些之后 明佑英心里很痛苦 因为收养叶启涵是他的主意 如果不是他的要求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展兰昭说这不是他的错 莫白也服服喝道 因为叶启涵一开始就目的不纯 但他也好奇 明佑是不是真的害死了 叶启涵的父亲 明佑英否认了这一点 莫白叹气说 展兰昭也是要找杀夫仇人 结果不但没有找到 反而还落了一身的伤 展兰昭呵斥他闭嘴 随后告诉明佑英 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时可以找莫白 这话让明佑英非常感动 这个时候 郁杰打电话给他 说他搞砸了单子 并且得罪了顾客 直接被开除了 看着明佑英的样子 展兰昭捏紧了拳头 他要莫白去查查叶启涵的事 而这时候明小杰突然来了 明佑英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妹妹 她是二叔二婶家收养的 在有了明成后 差点拿枕头闷死他 他说要是明小杰 没有事情的话可以走了 明小杰直接开口 要他借自己几万块 明佑英说自己没钱 对方顿时脸色难堪 他问明佑英借用了卫生间 然后拿了一根明佑英的头发 正好他们学校的 国花大师剪百帽 正在寻找失踪的女儿 他愿意给每一个提供 黄色头发的人一万块 明小杰和明佑英 都是黄色头发 他觉得自己可以用 两人的头发换两万块 谁知他前往教务处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里面的对话 知道了减百帽的女儿 失踪的时候 带着一个翡翠长命锁 里面有一个锡字 明小杰发现 东西就在他的脖子上面 而这是他小时候 从明佑英那捡来的 他开始怀疑明佑英 其实是减百帽的女儿了 于是他把明佑英的头发 和自己的个人资料 一起交给了教务处的老师 很快明小杰 就成了减百帽名义上的女儿 姐母很开心能找回女儿 这边的明佑英浑然不知 还在到处找工作 但因为叶启涵是绊子 他处处碰壁 而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明小杰 明小杰十分慌张 他安慰自己 明佑英什么都不知道 明佑英关心他的身体 伸手想要看他 是不是生病了 但是明小杰 却想阻拦明佑英和父母相认 他抓着明佑英的手 开始大叫明佑英推他 说完之后 就故意摔倒在了地上了 明佑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能原地愣愣地 看着明小杰的表演 听到了明小杰的声音之后 姐母因为着急 犯了心脏病 简摆帽赶紧让简测 去拿给妻子准备的应急药物 明佑英去看倒地的明小杰 有没有受伤 简测直接上前一把推开他 还告诉明佑英 这是故意伤害罪 明佑英十分惊讶 明小杰什么时候 成了他的妹妹了 又辩解自己根本没有推人 但是这些话没人相信 简测把明小杰抱走 离开之前还警告明佑英 不会放过他 明佑英也赶往了医院 询问明小杰的情况 他被医生告知 对方失忆了的情况之后 觉得蹊跷 并且他也很奇怪 为什么明小杰要陷害他 这一连串的事情 都让他根本想不通 这个时候 几个保镖上前 带走了明佑英 他们把明佑英 带到了检测的面前 检测怒斥他的蛇蝎心肠 他要为自己的妹妹报仇 明佑英说了自己没有推人 但他根本不相信 他拽着他的头发往地上摔 明佑英假装跪下求饶 检测以为他终于要服软了 问他准备怎么样 求放过 明佑英却伸手靠近他的脸 然后飞快地用一根绳子 勒住了他的脖子 他拉着手里的绳子 威胁保镖 要是赶出手的话 他就直接勒断检测的脖子 保镖惊慌表示 有话好好说 明佑英拉紧绳子 检测干呕了几下就晕过去 他随即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抵着检测 保镖惊慌不已 明佑英乘机提要求 并打开录音 一要求保镖证明 明晓杰摔下楼和自己无关 且不能追究自己的责任 还要医疗费 精神损失费等一共三千万 保镖觉得他狮子大开口拒绝 明佑英二话不说 就要戳死检测 他们只能同意 明佑英要求三百万 给医院救父亲 剩下的给叶启寒还钱 保镖只能照办 第三个条件是 要求两家井水不犯河水 事情就此过去 解决好检测这边后 明佑英独自回家 谁知路上碰巧遇到战云庭 战云庭发现明佑英脸上有伤 于是立马关心他 他回应战云庭的关心 让他也回去好好休息 没想到却因为体力不支 摔倒在地 还好被没有离开的战云庭 及时抱住 他询问明佑英发生了什么 明佑英感受到久违的关心 忍不住哭了出来 战云庭表示别哭 明佑英一把抱住他 表示自己很害怕 战云庭安慰他有自己在 同时心里坚定保护他的想法 房间内战云庭帮他处理伤口 他觉得只是擦伤而已 这下又麻烦他了 战云庭觉得不麻烦 明佑英要将黑卡还给他 却被他拒绝 他希望明佑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明佑英转移话题询问战云庭 怎么那么早回来 战云庭表示消息有误 任务取消 并主动解释自己父亲 在执行任务中被杀害 自己失去报仇 明佑英震惊 心疼战云庭的同时 询问执行任务 会不会有危险 战云庭心想 他待在自己身边也会有危险 于是乎拿起外套借口有事离开 明佑英想要挽留 刚想从床上起来 奈何他身体没有恢复好 于是再一次倒下 战云庭提醒他小心 并且再次将人抱住 将其扶稳 明佑英问他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战云庭在心中回答了他的问题 嘴上却并没有说什么 为了让他不被自己连累 还是选择离开 并嘱咐他好好休息 第二天明佑英 怀揣着紧张和期待的心情 来到了战云庭的门前 他敲响了门 但门一直不开 小五听到他的动静 忍不住要扒拉门 结果却被战云庭制止 并要求他远离门 小五不解还是乖乖听话离开 战云庭脸色阴沉 想着自己最终会连累明佑英 决定到此为止 明佑英见一直没有人开门 害怕战云庭出问题 给莫白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 结果对方电话关机 这才意识到是串通好意气躲自己 突然手机又来了电话 明佑英以为是战云庭给自己回电话 接通后发现是催缴水电费 明佑英回到家中清算起自己所有的存款 存款全部都需要给父亲和弟弟治病 并没有闲钱 他最终决定去海边画画赚钱 没想到刚出门 一辆车就飞驰而来拦住了他 明佑英一脸诧异 不知道这辆车想干什么 没想到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保镖 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住了 明佑英认出这个保镖 正是被自己威胁过的那个 于是大声表示如果保镖感动自己 那他就要报警 保镖不为所动 车门在明佑英被推上车的一瞬间 被司机锁上了 车内的检测看着他的动静笑了一下 表示他们都是熟人 如果他叫警察就太生疏了 明佑英惊讶检测变脸那么快 检测表示自己没有伤害明佑英 而是要给他帮助 并给明佑英找了叶启寒 要他一会儿好好享受 明佑英质疑检测是疯子 检测大笑并给明佑英灌下下来要的水 表示全部喝下去才对他有好处 明佑英最终拉开了车门跑了出去 保镖询问检测要不要追 检测表示不用 要会让明佑英有罪受的 明佑英气喘吁吁的来到家门口 奈何要是不在 他沿着楼梯走了上去 敲起了湛云廷的门 并在门外呼喊他 湛云廷自然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还是很不下心 于是过去打开了门 明佑英身体慢慢地倒下 湛云廷扶住他询问情况 明佑英表示自己难受 说话间还扑到他身上 湛云廷将明佑英推开 明佑英受不了药力 向他头怀送抱 并准备脱衣服 湛云廷阻止他的行为 但对方却忍不住 吻上他的嘴唇 湛云廷震惊自己起了反应 明佑英再一次贴近他 让他帮帮自己 湛云廷清醒过来 抓住明佑英手 询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明佑英不打 还在贴近湛云廷 他只好将明佑英压制住 希望他能够冷静下来 湛云廷将他放到浴缸里 打开淋浴冷水哗啦啦地响 明佑英无助地倒在湛云廷身上 他拉住湛云廷的衣领 乘机跨坐在他身上 湛云廷想要推开明佑英 没想到明佑英先快人一步压上来 再一次贴近湛云廷 两人缠绵到一处 冷水打到了两个人身上 湛云廷再次清醒过来 推开了明佑英 一个手刀把他披晕了过去 他将人抱起来放到床上 帮对方把衣服换下 第二日明佑英从床上清醒过来 他诧异地看着自己身上陌生的衣服 想起昨天发生的事 他疑惑自己为什么穿着男人的衣服 对于下车之后发生的事 他根本没有印象 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动静 回头一看 发现是湛云廷给他端来了一碗粥 明佑英疑惑地询问 为什么他在这里 湛云廷表示这是自己家 他解释清楚了前因后果 明佑英于是赶紧向对方道歉 湛云廷转移话题地为明佑英吃粥 并解释没有发生什么 明佑英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他的东西都丢了 他向湛云廷借手机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这时外面传来墨白的声音 湛云廷将手机递给他 表示自己出去看看 墨白看向明佑英 震惊于他为什么在这里 并问两个人是不是好上网 明佑英解释他误会了 自己是丢了钥匙才在这里的 墨白调侃他怎么还设施自己哥哥的御医 这让明佑英无语 他表示自己要去休息 等开锁公司到了叫自己 随后墨白询问湛云廷是不是病好了 对方迟疑地表示好了 墨白一脸激动 他表示专家都是废物 很快所换好了 湛云廷去帮明佑英拿衣服 他有些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给明佑英拿贴身衣物 最终随手抓了一套 敲门声让小五激动起来 明佑英过去开门 湛云廷表示都解决好了 并递上了自己拿的衣服 明佑英对他连声道谢 没想到他没有拿权 贴身物品掉在了小五身上 两个人都一脸尴尬 明佑英连忙抓起贴身物品 表示自己去换衣服 一人一狗蹲在卧室门口 等明佑英出来 正在做饭的墨白表示 厨房需要湛云廷 湛云廷只好接手厨房 此时明佑英也换好了衣服出来 湛云廷让他坐下吃饭 墨白再次向明佑英挤眉弄眼 他没有搭理他 而是询问为什么湛云廷做饭那么好吃 对方解释做任务需要 明佑英询问他为什么退伍 墨白说是他爷爷趁他重伤给他办的 闻言明佑英好奇追问 他说是因为爷爷怕他和他爸一样殉职了 闻言明佑英连忙道歉 湛云廷表示无所谓 并给他递上了汤 明佑英对他们俩的帮助感激不已 提出想明天请他们吃饭 墨白连忙同意 没想到湛云廷却拒绝了 明佑英问湛云廷是不是讨厌自己 对方愣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他表示自己没有不喜欢明佑英 正埋头干饭的墨白听到湛云廷的话 立马抬起头来 插了一句那就是喜欢了 湛云廷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让他不想好好吃饭就赶紧滚蛋 墨白立马继续埋头去吃他的饭 明佑英问湛云廷 那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答谢呢 他帮了自己那么多 他是真的想要报答他 可奈何湛云廷一直不愿意给机会 湛云廷表示这没什么 他会出手帮明佑英 只不过因为他们是邻居 明佑英听到这个回答 脸上闪过了一丝失落 所以不管邻居是谁 他都会出手相助嘛 明佑英整理好情绪 再一次感谢了两人对自己的帮助 并且表示他们借给他的那些钱 他一定会还的 湛云廷说他不用还那笔钱 明佑英却很固执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钱还上的 墨白问明佑英打算怎么去赚钱 明佑英表示自己可以去海边卖画 在跟他们两个告别后 他就回家准备话剧 准备去海边画画了 明佑英走了以后 墨白立马谴责湛云廷 他冷漠差点惹哭了明佑英 湛云廷只起身说自己要出门一趟 墨白很好奇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要出门干什么 沙滩上明佑英架好画板开始画画 没一会儿周围就聚了一群人过来 问他这个画怎么卖 明佑英开价定制画是两千块一幅 面对那些质疑 他画怎么卖那么贵的围观群众 他也只是表示 他觉得自己的画就值这个价 人群中有个大爷马上要了一幅 有了大爷的这个开头 剩下的人也争先恐后要买他的画了 墨白和湛云廷在不远处 看着他那边的热闹 墨白不由感慨到 自己的大哥真的是嘴硬心软 还好他跟了出来 不然都看不到他大哥 请人去买明佑英画的这一幕了 湛云廷被戳破了心思 恼羞成怒地踹了墨白一脚 让他彻底闭上了嘴 见他不平嘴了 湛云廷才问了他正事 墨白芒从地上爬起来 表示自己已经都查好了 就等着他出手 把叶启涵那个白眼狼 给教训一顿了 他们这边说着 明佑英那边突然出现了一阵骚乱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叶思琪来了 叶思琪得意洋洋地 看着在卖画的明佑英 说可以看在小时候 明佑英帮助过他们的情分 只要明佑英跪下去 给他磕三个头 他就给他三百万 明佑英是有骨气的 他不可能对叶启涵和叶思琪低头 不管是给叶启涵当情妇 还是给叶思琪磕头 他一个都不会答应 叶思琪一听到叶启涵 竟然要明佑英给他当情妇 当即就发了疯 说自己才是他的未婚妻 明佑英十分惊讶 他们两个不是兄妹吗 叶思琪说那都是假的 要不是为了骗他说服明佑收养他们 他们也不会假装成兄妹 而且之前叶启涵和明佑英 在一起的时候 叶启涵都在背地里 悄悄和他在一起 要不是为了能扳倒明家 叶启涵也不会和明佑英在一起 明佑英越听越觉得恶心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一巴掌扇了过去 莫白注意到了他那边发生的事 赶紧让湛云亭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思琪不可置信地 俯伤了自己的脸 摸到了一手的血 他大喊着要明佑英付出代价 他拿了美工刀扑过去 就要去划烂明佑英的脸 让他再也不能勾引叶启涵 明佑英余光看见了一抹荧光 等他发现的时候 叶思琪已经扑过来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湛云亭用手挡下了 叶思琪捅过来的美工刀 明佑英惊魂未定地 他下意识地喊了句 湛大哥 湛云亭一脸阴霾地看向叶思琪 让他赶紧滚 叶思琪本不想就这样 轻易放过明佑英的 但他触及湛云亭 那包含杀气的眼眸石 立马怂了 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 姗姗来迟的墨白 看着叶思琪那灰头土脸的样 让他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去整容医院 把自己变得好看点 别一天到晚 顶着他那张丑八怪的脸 到处乱逛 明佑英已经把叶思琪的事 抛到脑后去了 他现在一门心思 都放在湛云亭受伤的那只手上 他赶紧掏出手机 要打车去医院 湛云亭拦住他 说只是一点小伤 没必要去医院 回到家后 明佑英一边给湛云亭处理伤口 一边问他们 为什么会出现在沙滩上 墨白芒说 他们只是刚好路过那里 又刚好看见了 他被叶思琪欺负 所以才出手相助的 明佑英好奇 为什么湛云亭不愿意去医院 对方却说说 小伤没必要去 还主动问起叶思琪的身份 明佑英给他解答 他是那天在尊皇会所里 他那个哥哥的未婚妻 在给湛云亭处理好伤口后 明佑英就提出了要回去了 这落在湛云亭的眼里 就变了位 他觉得明佑英心里 还在意着叶启涵 叶思琪回到家中 听到了叶启涵问他 为什么要去找明佑英的麻烦 他顿时想到了在沙滩上 明佑英说 叶启涵要他当情妇的事 于是谴责叶启涵 是不是爱上明佑英了 叶启涵否认了这件事 并且警告了叶思琪 让他以后都不要插手 他和明家的事 也不要再去找明佑英的麻烦了 叶思琪的直觉告诉他 他就是爱上了明佑英 面对叶思琪的质问 叶启涵没有回答 说了答应叶思琪的事 会做到后就离开了 但叶思琪却暗暗发誓 一定要明佑英付出代价 此时的战驾 明佑英离开后 战云廷一直很在意 提到叶启涵后他的态度 怎么看都不像是 只是喜欢过的关系 他正想的入神 突然瞥见楼下停了一辆熟悉的车 正是叶启涵的车 叶启涵从叶思琪那边离开后 就来了这里 本来想上去找明佑英的 但没看见他家亮灯 此时的明佑英正在医院陪明佑 他向明佑说着 他这段时间的发生的事 等他发觉的时候 时间已经太晚了 明佑英便在医院住了下来 深夜有人悄悄潜入病房 带走了正在熟睡的明佑英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外面是绑匪在跟叶思琪打电话 另一边战云廷突然惊醒 看见明佑英给他打电话 想也没想就接了 电话那边说明 明佑英的手机落在了医院 让他过去取一下 他的手机落在了医院 可他人又不在公寓 战云廷一下就想到了 今天晚上楼下停着的那辆车 马上打电话让莫白 让他帮自己查一下 叶启涵的位置在哪里 第二天叶启涵上班的时候 战云廷拿刀过去堵了他 问他明佑英失踪的事 跟他有没有关系 听到明佑英失踪了 叶启涵也一脸惊讶 他都不知道明佑英失踪了 战云廷不相信他 说出了他昨天晚上 在楼下见到叶启涵的事 对方也没想到 自己昨天晚上去找明佑英的事 被战云廷看见了 他说自己真的没动明佑英 只是很想见他一面 门外叶启涵的助理敲门 让他去开会 叶启涵说他现在没有空 让助理晚点再来找他 战云廷放下了手里的刀 看样子他是真的不知道 于是对他放完狠话后 就离开了 战云廷走了以后 叶启涵痛骂了他一句疯子 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另一边战云廷跟莫白会合 莫白一见到他 就迫不及待地问明佑英的下落 战云廷摇了摇头 说叶启涵也不知道明佑英失踪了 这次他的失踪太突然了 在现场也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战云廷第一次有了无力感 下令到让那边的人找 他们在监控大厅里 找人调着事发当时的监控 莫白安排好了事情后 回来跟战云廷汇报 说车站和机场那边 也已经让人去盯着了 一旦发现有向明佑英的身影 就会立马跟他汇报 战云廷却摆了白手 让莫白不用把人力浪费到车站和机场那边 莫白一脸疑惑地看向他 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不等他开口去劝战云廷 就听对方指着屏幕跟他说 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查监控上 战云廷指了几个监控画面 让莫白找人把昨晚到现在的都调出来 与此同时另一边 叶启涵的人查到了叶思琪 拿走了郊区别墅的钥匙 几乎是一瞬间 他就确定了 绑走明佑英的就是叶思琪 他马上让司机掉头去郊区别墅 郊区别墅里 明佑英还在尝试 怎么把手上的绳子弄掉时 就听到一道开门声 紧接着绑匪喊了一声叶老板 明佑英愣了一下 尤其是看见进来的人是叶启涵的时候 他更是直接待在了原地 叶启涵急匆匆地冲进来 脸上的着急不像是假的 但落在明佑英的眼里 却直接变了一种味道 叶启涵不知道 他在心里已经自己当成绑匪的事 冲进来后 就帮他把手上的绳子给解了开来 明佑英一脸冷漠地地 看着对方帮自己解绳子的动作 越发觉得叶启涵整个人都是虚伪的 他把内心的话说了出来 并且表示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会做他的情妇 让他趁早死了这条心 叶启涵错愕地看着明佑英 他有点不太懂明佑英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他要怎么样才愿意放过他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湛云廷那边也找到了明佑英下落的线索 他指着屏幕上的那辆黑车 让莫白赶紧带着人去查 这辆车的目的地是哪里 莫白马上带着人查湛云廷说的那辆车 查到了那辆车最后的目的地 是叶家的郊区别墅 湛云廷的脸色越发地阴沉 最好别让他知道这次的绑架案和叶启涵有什么关系 不然他一定把叶启涵骗成肉片 而这边的叶启涵也从明佑英的直言片语中知道了 他是把自己当成这次绑架案的主谋了 他几度开口想要替自己辩解 但这次绑架的确是跟他有关系 他叹了口气 算是认下了 他知道不管他说什么明佑英都不会信的 叶启涵把明佑英身上的绳子都解开了 让明佑英快点从这里离开 就在明佑英要离开的时候 叶思琪从外面进来了 叶思琪进来看到叶启涵后大吃一惊 好奇他为何在这 叶启涵恼怒他不听劝告 强行参与自己跟明佑英的事 并且让他滚 永远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叶思琪泪如雨下 试问他为什么要爱上那个女人 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冷漠 叶启涵对他不理不睬 准备带着明佑英离开 背后的叶思琪暴怒之下 偷偷拿出一把刀 叶启涵察觉不对劲回过头 为明佑英挡下这一刀 叶启涵倒下 明佑英哭着摇晃他的身体 叶思琪更是不可思议 他刚才甚至没犹豫一下 原来他已经那么喜欢那个人了 他想起很久以前 叶启涵对自己的温柔礼貌 那时候他信誓旦旦告诉自己 他接近明佑英只是为了报仇 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 明明是他先遇到叶启涵的 都是明佑英的错 要不是他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明佑英感寒不已 不知道这个疯子又要干什么 但他现在浑身无力 叶启涵也受伤了 他祈求着有人能救救自己 下一秒门被人踢开 是湛云亭来了 他表示叶思琪不想死的话 就离明佑英远一点 此时叶思琪像个疯子一样 拿起刀往明佑英身上捅 刀刃划伤了明佑英的肩膀 鲜血鼓鼓流下 他缓缓倒了下去 湛云亭连忙上前将叶思琪推开 他原本想教训叶思琪的 但看到明佑英身上伤口 他知道明佑英此时需要治疗 事情有轻重缓急 湛云亭一把抱过明佑英跑了出去 叶思琪看着地上受伤的叶启涵 疯狂大笑 叶启涵也醒了 撕心裂肺地喊着明佑英的名字 医院里 湛云亭在走廊交集等着 他痛苦自责自己 为什么没有及时赶到 此时莫白也跑了过来 他一脸焦急 问嫂子有没有事 湛云亭满脸疲惫愧疚不已 告诉他明佑英还在抢救 两个人沉默坐下 湛云亭打破沉默说 他认为是自己做错了 他原本以为只要自己冷落明佑英 他就能安全 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莫白这才明白 他之前为什么突然对明佑英冷漠 他安慰了湛云亭几句 此时医生出来了 问谁是病人家属 湛云亭起身说自己是 医生让他们不用担心 明佑英现在脱离危险了 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湛云亭也想明白了 以后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半个月后的医院 明佑英提出自己想出院 湛云亭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明佑英反应过来 一件很不对劲的事情 自打自己住院以来 不管自己去哪 他都要守着 可以说是寸步不离 跟之前简直是天渊之别 明佑英笑了出来 感觉这样的湛云亭 很像小五 湛云亭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明佑英说 是自己想见小五了 此时莫白来看他 一进来就熟练叫他嫂子 后面才反应过来 自己哥哥居然还没告白 于是非常自觉地准备自己滚 不需要自己家大哥动手 湛云亭把人丢出去之后 直接把门关上 房间里两人都没有说话 明佑英主动打破这尴尬气氛 干笑着说 莫白怎么老喜欢开玩笑 湛云亭表示那不是玩笑 自己确实喜欢他 明佑英没想到他会主动表白 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湛云亭以为自己太突然 吓到他了 于是忙借口出去拿药 想要赶紧逃离 这个尴尬现场 结果明佑英却主动拉住他的手 表示自己愿意跟他在一起 闻言湛云亭愣住了 他没想到明佑英会答应 他也脸红地说自己去给他拿药 他出去之后 明佑英激动地在床上翻来覆去 心想自己是不是太不矜持了 莫白此时进来了 还叫他嫂子 明佑英听到那个称呼不好意思 对方又拿了营养品进来 明佑英对他感激不尽 莫白表示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不用谢 在得知是湛云亭让莫白进来看他后 他心想自己刚才的自言自语 莫白应该没听见吧 他叫自己嫂子叫得这么熟练 应该叫了很多次了 所以湛云亭是喜欢他很久了吗 想到这他心中激动 莫白说自己有一件事要告诉他 原来叶启涵就在他隔壁病房 他问明佑英打算怎么样 明佑英打算跟叶启涵做一个两段 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了 叶启涵病房里 看到明佑英过来 叶启涵脸现喜色 问他的伤好了没有 明佑英说他现在这一切是他最有应得 自己不会心疼他 更不会原谅他 不过他的伤也是因为自己才有的 所以两人两亲了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叶启涵听到这皱眉明显不愿意 他认为两个人是永远不可能两亲的 因为他们之间不仅只有他们的事 还有他们的父母 明佑英不愿和他多做纠缠 只是大声吼道 叶启涵一直以来都错了 他爸爸不是凶手 不要污蔑好人 甚至害自己受了伤 要不是湛云亭过来 他说不定都死了 叶启涵没有反驳 只说对不起 随即他说自己没有污蔑他的父亲 因为这件事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他妈不可能骗他 毕竟当年明佑英的父亲就是因为得不到他妈妈 对叶启极度不已怀恨在心 这才杀了他爸爸 明佑英认为他妈妈一定说谎了 因为他父母是青梅竹马 这件事之间一定有很多误会 而且他还表示不论他怎么想 自己都跟他到此为止 叶启涵愣住没有反驳什么 只是一直跟他说对不起 明佑英头也不回走了 电视上在播放最新明星资讯 明星影帝凤婷默今日回国 机场被他粉丝包围 根本出不去 凤婷默绞尽脑汁偷偷换装溜出去 他给一个人打电话 打了几次都没有接通 不过没关系 他想到了另一个人 在医院又待了半个月 医生确定明佑英已经无事之后 他终于回家了 很久不见的小五也胖了不少 明佑英轻力地揉揉小五的脑袋 湛云婷告诉他 小五刚从宠物店接回来 回到家后 湛云婷帮他收拾屋子 明佑英打算给他倒水喝 然而他发现 家里只有红茶牛奶了 想了想还是给他喝茶 他刚想去拿柜子上的茶叶 没想到有人直接给他拿下来了 明佑英一愣 湛云婷眼急手快将他抱住 明佑英终于站稳了 两个人靠得很近 湛云婷告诉他 以后这种东西 让自己拿就好 明佑英回头看着他刚想说话 此时门外传来声音 两人寻声看去 他认出来那个人居然是风亭墨 桌子上泡了三杯热茶 气氛略微有些尴尬 明佑英打破沉默 询问凤亭墨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跟自己说一声 凤亭墨说自己打了很多次电话 但他一个都没接 闻言明佑英尴尴尬不已 跟他说他换号码了 自己不认识 所以就没接 表示真的很抱歉 凤亭墨挥挥手完全不介意 反正他找到人了 明佑英好奇他怎么找到的自己 凤亭墨表示是天雪告诉他的 他表示湛云亭似乎对他不太友好 此时湛云亭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他感觉这个人对明佑英一定也有意思 于是直接说自己是明佑英的男朋友 明佑英察觉他吃醋了 连忙解释说凤亭墨从小说话就不知分寸 让他别在意 湛云亭表示那以后得多注意分寸了 此时湛云亭的电话响了 他说自己接个电话 明佑英点点头 随即他走到旁边去接 凤亭墨很悲伤 以前他就喜欢明佑英 跟他表白他却以为自己是开玩笑 湛云亭接完电话 原来他有事得离开一下 明佑英表示没关系 他离开之后 凤亭墨看了看这个房子 问他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莫名其妙搬家 明佑英没有隐瞒 跟他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明佑英在沙发上醒来 他刚刚聊着聊着睡着了 发现凤亭墨在阳台站着 明佑英诧异地看过去 凤亭墨回过头对他说 现在事情有些难搞了 因为他的粉丝居然追到了这里 而且在底下堵得水泄不通 根本没办法离开 此时 一众记者围在外面兴奋讨论 自己肯定能拿的大新闻 明佑英不知道该怎么办 凤亭墨则表示 跟他们介绍你是我的女朋友 明佑英表示自己是有男朋友的人 凤亭墨见状无奈 明佑英很着急 现在外面这么多人 要是湛云亭回来看到 后果不堪设想 恰好此时 湛云亭拿着一袋子零食回来 看到门外挤满了人 他于是打电话摇人 很快就冰过来 记者们议论纷纷 不明所以 保镖却冷着脸让他们离开 记者连忙一哄而散 看到他们离开 明佑英松了一口气 以为这些保镖是凤亭墨叫来的 凤亭墨没解释 临走之前捏了捏他的脸 明佑英连忙躲开 凤亭墨无奈笑笑 他回来得太晚了 但他不会放弃的 不远处有记者一直没离开 他拍下了凤亭墨 捏明佑英的脸的一幕 可以大赚一笔了 很快战云廷回来了 他说自己的事已经解决了 明佑英开心了一下 但很快又表情落寞 他觉得战云廷帮了自己这么多 可是自己却没怎么参与过他的生活 也没在他的生活帮助过他 自己这个女朋友当得好不称职 战云廷怕他多想 连忙抱住了他 吻了他几下之后 战云廷表示自己一定会告诉他一切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他做的事有危险 不想他为自己担心 明佑英表示理解 也不再多问 他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战云廷还问到底什么时候 自己才能在外人面前 成为明佑英的男朋友 明佑英说自己会尽快适应的 战云廷说自己会等他的 这边凤婷默一回去就被自己的经纪人教育 他没说什么 因为他早就意料到了 经纪人问他玩失踪是为什么 凤婷默表示自己是去会情人了 经纪人大吃一惊 随即拿出手机 上面是凤婷默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暧昧照片 原来他早就看到了 经纪人问他情人是不是就是这一个 看起来不怎么的 凤婷默表示他喜欢明佑英不需要理由 经纪人气急 去会情人他不阻止 但不要被狗仔看见 天知道他为了压这个绯闻要耗费多少精力 凤婷默却表示不要压 最好让外界都知道 经纪人不明所以 凤婷默表示自己刚回国 多一点热度不好吗 经纪人无奈 凤婷默还拿出自己手机 他表示自己已经看好房子了 让经纪人不用给他找了 房间里又应打开浏览器 看到了自己霍凤默婷的绯闻 而且凤婷默竟然还没出来 明佑英赶紧给他打电话 可那边不接 他气得直跺脚 电话不接就算了 人也找不到 要是让自己找到他 他就死定了 结果刚下楼没多久 就看到了凤婷默 凤婷默正在和工人嘱咐什么 很快他看到了明佑英 并朝他走过了来 明佑英好奇他这是在干什么 凤婷默告诉他准备搬来这附近 文言明佑英震惊不已 凤婷默表示自己就住在他楼上 以后就是他的邻居了 明佑英惊讶 因为楼上的话不就是战云亭隔壁吗 可是他现在没时间想这个 他让凤婷默把绯闻压下去 凤婷默表示他刚回国需要热度 所以不会压绯闻的 明佑英表示他要是不澄清绯闻 那他永远都不会理他了 凤婷默这才答应澄清 但要他答应一个条件 明佑英答应了 凤婷默要他陪他去参加通告 回来后就澄清绯闻 明佑英犹豫不决 对方表示既然不愿意 那就不澄清了 听到这明佑英当然不愿意 只好答应下来 这边战云亭的门被人敲响 来人恭恭敬敬表示 他让人调查的人已经有了眉目 被调查的人跟他们还有合作关系 对方经纪人前不久找他们雇佣保镖 而且开家大访 战云亭问他们保镖过去了吗 手下说还没有 他们现在有通告不用出门 过几天通告没了再让他们去 战云亭闻言微微皱眉 车道上明佑英问凤婷默 你们通告片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吗 凤婷默表示是的 此时前面的司机告诉他们已经到了 明佑英发现这里是个庄园 然而他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既然是通告 为什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凤婷默却表示他们没有来错地方 明佑英表示那为什么没有人 对方却说就我们两个人不好吗 随即就把门关上了 这举动让明佑英愣住了 关上门后他对明佑英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说自己这个大灰狼要吃掉他 明佑英一巴掌让他恢复了正常 他让凤婷默不要演了 好好弄通告 凤婷默委屈无奈告诉他通告在附近 他们要在这住一段时间 此时的战云婷站在落地窗前一脸担忧 他不断给明佑英打电话过去 对方却没有接通 他满心胶着 明佑英是不是出事了 以前他从来不会有这种情况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属下告诉他 明佑英不见了 失踪前的监控显示 他跟凤婷默走了 他们一起上了车 现在正往城外去 战云婷心下恼怒 那边凤婷默抱着各种临时进来 明佑英闷闷不乐 叹了口气 男男自语手机一直没信号 他害怕战大哥担心 而且已经在这里两天了 也该回去了 闻言凤婷默神情悲伤 明佑英解释他 只是想让战云婷放心 凤婷默吃醋 明佑英提醒那是他的男朋友 对方这才点点头妥协 表示自己和他相处这几天非常开心 凤婷默抓住他的手 告诉他跟自己在一起生活会很好 明佑英还是想回去 凤婷默说 只要他能走就走 这边战云婷表情冷漠在开车 属下告诉他 这个凤婷默保密措施 做得非常紧密 他现在查到对方在城外有几块地 他们很可能就在那个地方 房间里保镖说 有人闯进来了 凤婷默知道一定是战云婷 让他们无论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拦住他 此时战云婷准备开进来 然而从旁边过道直接冲出来一辆车 直直撞向了他 凤婷默从摄像头里看到这一幕也呆住了 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不要命 他冷汗连连 要是里面的人死了 明佑英也绝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属下告诉他 车里的人晕过去了 后脑勺都是血 此时身后传来明佑英的声音 原来他也跟了过来 问他上面的是谁 凤婷默不知所措 连忙挡住了大屏幕 然而明佑英不傻 他大声叫道那是战云婷的车 我认得出来 让我去找他 凤婷默让他听话不要乱走 明佑英苦苦哀求让他放了自己 自己要去救战云婷 凤婷默让他乖乖待在这里 不要惹自己生气 明佑英一把将他推开 不知道在哪拿出了一把刀 威胁他要是不把自己放了 那么他现在就要在他面前自杀 凤婷默不想让他伤害自己 赶紧让他把刀放下 明佑英渐渐放下防备 凤婷默顺势从他手里夺下刀 战云婷这时伤痕累累进了屋 明佑英惊呼起来 战云婷看到他和凤婷默在一起 凤婷默手中还拿着刀 他以为对方想要伤害明佑英 把刀夺了过来开始疯狂揍他 凤婷默也毫不示弱 警告战云婷以后不许再欺负明佑英 战云婷把凤婷默按在地上打 并警告他以后离明佑英远一点 战云婷起身询问明佑英是不是有受伤 明佑英一下子抱住了他 安慰到自己没有事情 询问战云婷是不是伤得非常严重 他想要赶快去医院 战云婷安慰到说小伤不要紧 去医院处理完伤口后 战云婷坚持要回家 到家之后明佑英要去给他倒水 他却想让他待在自己的身边 明佑英点头硬好留了下来 他向战云婷道歉 对方却亲吻了上去 说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不需要向自己道歉 他告诉明佑英 不需要为别的男人跟自己道歉 明佑英开始解释 说没有想到凤婷默会对他做这样的事情 战云婷安慰他已经没事了 明佑英说他以为凤婷默一直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所以放下了戒心 两个人待了一会儿 明佑英告诉他要好好休息 自己先回家去了 这时突然凤婷默出现 战云婷十分警惕地把明佑英拉到自己身边护着他 明佑英安慰他没事 正好自己有话要跟凤婷默说 想说清楚 凤婷默觉得是自己亲手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向明佑英承默 自己以后会尽量不出现在他的眼前 明佑英惆怅怅不已 自从爸爸出世住院之后 身边的东西都在拾去 一开始是陆启函背叛了自己 紧接着朋友也不敢再跟他来往 现在就只剩下凤婷默和天雪了 凤婷默心里面也不好受 认真地回答道 自己回国除了想要在国内立足发展 另一个就是想和他在一起 可当他看到战云婷奋不顾身地来解救他的时候 明白战云婷是真心的 认为他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于是再次认真地跟明佑英道歉 明佑英说认定了 丰婷默是自己一辈子的好朋友 他非常意外他会说出这种话 明佑英说 自己不想再去失去一个真正的朋友了 凤婷默想要上前抱他 战云婷突然闪现在明佑英前 说自己可没原谅 随后带着明佑英离开了 凤婷默只能默默住他们幸福 明佑英想起战云婷受着伤 于是叮嘱他赶紧回去休息 战云婷突然闭咚 说明佑英让人不省心 明佑英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对方解释是明佑英身边的桃花太多 让他防不过来 明佑英想要解释道歉 结果却被战云婷打断 他说不是明佑英不好 而是自己没有守护好他 虽然刚才的事情他不生气 但是还在吃醋 让明佑英安慰补偿自己一下 明佑英犹豫片刻 踮起脚尖去主动亲吻战云婷的脸颊 两个人亲吻了起来 明佑英突然害羞地把战云婷往屋子里推 让他赶紧回去休息 顺手把门给关上 明佑英心想 战云婷恋爱后和恋爱前简直是两个人 屋里的战云婷还在回味刚才的吻 他做了一个决定 隔着门叫了他的名字 明佑英让战云婷赶紧回去休息 战云婷让他开门 说有自己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他 明佑英推开门后 他拿出了一把钥匙 这是他家的钥匙 欢迎来到他的世界 第二天一早 战云婷收到了很多消息 全是明佑英发的 问他要吃什么 战云婷说只要是他做的 自己都会喜欢的 随后来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说老爷子要来 战云婷内心慌乱至极 明佑英来到战云婷门口满心期待 可刚打开个门便发现屋内情况不对 屋内站着一位爷爷 而战云婷跪在地上 他完全忘了明佑英要来自己家里的事情 正想要起身 老爷子一脚踹了过去 让他好好地跪着 战云婷吃痛叫出了声 明佑英冲过去 一下子挡在了战云婷的面前 大声呵斥老爷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战云婷拉过明佑英说自己没事 并向他介绍面前的老头子是自己的爷爷 让明佑英叫爷爷 明佑英听话地叫了 可面前的老头子却没有理会他 他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一脸认真的和老爷子道歉 请求爷爷原谅自己 爷爷只是简单地摁了一声 明佑英说战云婷有伤在身 是他太心急了 希望爷爷能够见谅 战云婷向老爷子介绍明佑英 他们两个人边说边慢慢地站起身 老爷子一声怒吼 说没有让战云婷站起来 于是战云婷又跪下了 老爷子斥责他反了天了 他让他过来养伤儿 不是让他过来找不三不四的女人 战云婷听到老爷子这样说明 佑英 心里非常愤怒 他反驳说明 佑英是他这辈子唯一爱的人 老爷子十分愤怒说 那彤彤怎么办 明佑英惊呆了 但他相信战云婷 战云婷反驳到 自己已经跟田心童分手了 老爷子告诉他 即便是分手了 也要把田心童追回来 战云婷愤怒地表示 根本不可能 他已经认定了明佑英 是自己唯一的妻子 明佑英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自己非常喜欢战云婷 他向战爷爷保证 一定会永远和战云婷在一起 老爷子说 自己只认可田心童 作为自己的孙媳妇儿 一定要战云婷娶她 如果战云婷敢违逆自己 那就滚出战家 他就当自己没有这个孙子 战云婷站起身大声反驳 那这样自己就滚 他等老爷子表示 就算田心童回来 他也不愿意嫁给自己 老爷子问原因 随即战云婷让明佑英 去自己的书房抽屉里 拿份文件 客厅里老爷子正在认真 查看这份文件 明佑英在一旁坐着 他在想到底是写了什么 战云婷小声地跟明佑英解释 说自己之前受伤太重了 现在已经伤到根本了 这辈子不能生育 他跟田童说完之后 两人选择了分手 明佑英非常惊讶 老爷子看完不幸 觉得是战云婷想要糊弄自己 战云婷解释如果不相信 可以去医院看鉴定报告的真假 老爷子指着明佑英表示 如果是真的 他不可能愿意跟着战云婷手活寡 明佑英把自己的手 放在了战云婷的手上 大声承诺自己愿意 还说不管战云婷怎样 他都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 战云婷听完心里感觉非常欣慰 一股暖流从心里流出 老爷子十分不屑 他依旧不相信 觉得明佑英现在说喜欢 不能保证以后也能这样 战云婷反驳 即便自己现在说什么 老爷子也不会相信 那就让时间来证明给他看 老爷子说如何证明 别以为他老了 就可以随便糊弄 随后老爷子愤怒地离开了 老爷子离开后 明佑英询问战云婷爷爷 为什么会这样 战云婷说自己爷爷脾气就是这样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明佑英点头答应 眼睛飘到了桌子上的体检报告 战云婷一脸无奈地从身后抱住他 随后笑着问他 自己为什么愿意和不行的他在一起 明佑英吃醋 让他解释彤彤是谁 一提到那个人他就难受 闻言战云婷笑了 他一直以为殷殷不会吃醋的 没想到他也会吃醋 明佑英害羞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计较这件事 一直想要一个确切答案 战云婷亲了亲他的脸 这让他更加害羞了 战云婷解释道 那个人是自己爷爷战友的孙女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爷爷就把甜心桐托付给了自己家 而且当时还委婉地表示 希望长大后两家能结为亲家 战云婷爷爷答应了 而且那个时候战云婷还小 全家人都告诉他 彤彤以后就是他的媳妇 于是他便把那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可是之前战云婷受伤了 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彤彤的时候 他表面没说什么 可是第二天就直接出国了 自己就在那个时候发觉 自己的人生不应该按照大人的轨道走 文言明诱音很紧张 这么说他们之间甚至都没有说分手 而且还有婚约 那这个彤彤要是回来找他的话 他会不会同意 然后抛弃自己 毕竟他们之间还有家人同意 战云婷抱住了他 明确地告诉他 自己除了他谁都不会去 让他不要担心 哪怕家里人给再大的压力 他都不会放弃自己 明诱音心动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 莫白跑进来看他们还有没有事 结果看到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 一时之间场面气氛无比尴尬 不过战云婷淡定地表示 让他下次记得敲门之后 要等一会 莫白尴尬表示自己一定会记得的 也让他们下次记得锁门 听到这话 明诱音尴尬的脸红不已 借口自己要回去煮饭就走了 莫白无奈为什么嫂子 一看到他就走 他不说还好 一说战云婷就来气 让他以后一定要敲几次门 莫白很担心他 毕竟刚才老爷子来过了 而且老爷子是什么性格 两兄弟心里十分清楚 又觉又固执 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了 战云婷沉默半赏 自己也一样 认定的事也不会改变 听到这句话莫白笑了 他之前一直以为 战云婷是随遇而安的人 实在没想到 他居然会为一个女人和家族对抗 不过老爷子和战友感情好 那可以用别的方式 为什么一定是他的婚姻大事 逼他娶一个他不爱的人 难道他的幸福并不重要吗 莫白想不明白 以前老爷子让战云婷娶谁 他不会反驳 可是现在他居然敢违抗老爷子的命令 战云婷表示那时候 他没遇到明佑英 那时候他觉得 反正这世界上所有女人 他都不喜欢 那么娶谁都一样 可是现在他已经遇到自己喜欢的了 那么就不能再将就了 他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这件事 战云婷让他赶紧找个女朋友 就会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了 莫白心想怎么还催上婚了 此时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两人一看居然是老爷子的电话 等打完电话后 莫白表示老爷子让他们两个明晚到酒店 一家人吃顿饭 战云婷无奈 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又想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放弃明佑英的 酒店大厅里 明佑英和战云婷一起走着 明佑英问他真的要带自己去参加饭局吗 担心他过去会不会破坏气氛 战云婷表示自己的媳妇都不在 那算什么家宴 对他来说明佑英已经是他的妻子 他现在就要在饭桌上跟老爷子说清楚 自己绝对不会退步 莫白从后面走来 打断了他们的聊天 并对他们说 现在已经是吃饭时间了 你们怎么还让我吃狗粮 不管怎么样 莫白也是支持他们两个人的 战云婷让明佑英不要担心 他一点不会因为家族压力放弃他 莫白也表示 不管老爷子出什么难题 自己都会在旁边帮他们说话的 毕竟他心里早就认定 明佑英是他的嫂子了 其他人他都不服 明佑英听了安心点点头 就在这时 有人兴高采烈叫战云婷的名字 几个人回过头 明佑英发现 那是一位精致漂亮的女孩儿 甚至还要比自己年轻几岁 明佑英反应过来 这就是田心童 是老爷子认定的孙媳妇 没想到老爷子把他也叫过来了 几个人直接呆住了 这时老爷子走了过来 他神情严厉问田心童怎么了 田心童故作委屈地说 亭哥带了一个女孩过来 老爷子大吃一惊 走上前发现看到是谁之后 直接大声训斥他们 怎么把明佑英带过来了 明佑英听了这句话心里难受 老爷子果然很不喜欢自己 战云婷表示 明佑英现在是自己的女朋友 以后会是自己的妻子 把她带来家宴非常正常 老爷子无奈 只说来就来了 先进来吧 家宴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吃饭 明佑英和战云婷 找了个地方坐下 田心童伸手将她坐的椅子弄倒 害得明佑英摔倒 战云婷把她扶起来 咬牙切齿看着田心童 田心童却委屈地走到老爷子旁边 说自己并不是故意的 老爷子表示都怪她带明佑英过来 要不是明佑英现在不用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带一个外人过来 战云婷和她吵了起来 明佑英是自己的女朋友 以后会是自己的妻子 她不是外人 外人的只有一个 就是她田心童 老爷子大怒摔筷子 田心童是从小给她订的婚约 那时候她也同意了 她是外人的话 那自己也是外人 自己是不是也不该来这个家宴 战云婷刚想据理力争 明佑英听不下去了 田心童幸灾乐祸的眼神 以及老爷子嫌弃埋怨的目光 都令她无法忍受 她跟大家说自己要处理一下 不等其他人回应 直接离开了这里 洗手间里明佑英心情低落 她不希望战大哥 因为自己跟家里人闹翻 可看老爷子这个态度 她陷入了两难 战云婷追了出来 说自己跟老爷子的关系 从小到大都不好 并不是因为她的到来才不好 让她不需要自责 不远处有服务员 端着一锅热汤走过来 田心童热情地把她叫住 问她这是不是三号包厢的汤 服务员说是 于是田心童说 还是我自己来吧 虽然这是不允许的 不过对方这么坚持 服务员也没办法 拿走汤之后 田心童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拿出一小包药粉 撒在了汤里面 然后拿起旁边的勺子 将它均匀搅拌一下 等要完全融化在里面 她满意地笑了 房间里战云婷和明佑英 重新坐下之后 田心童告诉她 刚才他们走了之后 老爷子给她点了一碗汤 虽然她没说什么 但战云婷知道 这是老爷子服软 自己还是不要服了 她的心意比较好 双方都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她也没多想直接就喝了 家宴过后 战云婷回家洗澡 她整个人昏昏沉沉地 全身发烫 她很快反应过来 是田心童给的那碗汤 有问题 没想到老爷子 居然配合她 做这种事情 给自己下药 身后的门突然被人打开 田心童穿着性感蕾丝衣服 走到她面前 娇滴滴地叫了一声 战大哥 她抱住战云婷的手臂 她非常想成为 战云婷唯一的妻子 看着眼前的女子 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旁 战云婷猛地一把推开了她 说她永远不可能 成为她的妻子 田心童被她猛地一推 亮枪了两步 她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战云婷的下半身 她记得爷爷跟她说 战云婷已经好了 怎么会没有一点反应呢 但她并没有想到 战云婷竟然会用这种理由 来拒绝她 看着眼前的男人 对自己说毫无感觉 田心童意识很不是滋味 她不愿意相信 眼前的这一切 她不相信地 去拉扯着战云婷 一遍遍地苦苦哀求 这更是让战云婷反感 田心童看着男人的反应 跑出了浴室 战云婷看着她离开后 关上了浴室的门 而她的身体 也已经产生了反应 战云婷并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用下药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 她紧紧锁上了门 不知道田心童 究竟给她下了多少药 如今也没有办法 她只好打开淋浴 尝试用淋浴的冷水 来降下身体的体温 可这种燥热似乎是伴随着 滴水温持续增长 而就在此刻 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明佑英发现 战云婷的家门没关 她担心战云婷出事 走进屋内后 她没有想到战云婷在洗澡 明佑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愣在了原地 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的一只手 抓住浴室的门 此刻的两个人 有些尴尬 战云婷看着眼前的明佑英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 她一把将明佑英拽了过来 明佑英有些不知所措 赶忙询问她怎么了 在询问过后 才知道她的晚饭被下了药 明佑英有些担心她的身体 准备带着战云婷 去医院找医生 战云婷却一把抱住了她 不让她离开 在浴室狭小的房间内 二人紧紧贴在一起 战云婷轻轻地靠近她 并稳了上去 看着眼前非常难受的战云婷 她有些不知所措 战云婷祈求她能不能帮助她 明佑英有一点心动 毕竟眼前的人 正是自己深深爱着的人 她也不想看见战云婷难受 不管前面有多少曲折 她都会和战云婷在一起 永远不会松开她的手 她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接受了 两个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谁知战云婷的手突然滑下来了 她在明佑英的惊呼之中 缓缓倒在了地上 莫白听到了明佑英 在呼唤战云婷的名字之后 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 他们赶紧把战云婷送到了医院 莫白向明佑英询问 战云婷的身体情况 得知了她之所以晕倒 是因为被下药了 而这个时候 老爷子拍了拍莫白的肩膀 他觉得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药物 怎么会晕过去 莫白意识到了事情 是战云婷的爷爷做出来的之后 顿时火冒三丈 他觉得爷爷已经不在乎 战云婷的命了 是不是要他死才开心 爷爷无力地为自己辩解 说他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医生走出来 说战云婷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这样滥用药物 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听到了这些之后 莫白跟爷爷说 真正关心他哥的 只有他嫂子 爷爷怎么就看不清了 爷爷动摇了 他去找了田兴同之后 问他用了多少他给的药物 田兴同说自己用了五分之一 爷爷意识到他在撒谎 追问剩下的药物在什么地方 田兴同撒谎说自己扔掉了 爷爷彻底对田兴同失望了 他不知道自己一向宠爱的田兴同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还差点害了战云婷 田兴同赶紧请求爷爷的原谅 爷爷还是不忍心 所以最后只是告诉田兴同 不会让他和战云婷在一起 让他立刻离开 田兴同还想要多说 但是爷爷却没有让他说话 他通过医院的小窗 看着病房里的情况 明佑英趴在战云婷的身边睡着了 看着他们牵在一起的手 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一直等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战云婷才迷迷糊糊地回醒过来 明佑英见到他醒了 立刻扑到了他的怀抱里面 他感叹着战云婷总算醒过来了 战云婷为他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给他道歉说吓坏他了 明佑英说真的吓死他了 战云婷把他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他保证绝对不会再这样了 还跟他说抱歉 说自己昨天晚上失去理智弄疼他了 明佑英害羞地转过身去 表示战云婷并没有弄疼他 不许战云婷再提这件事 战云婷拉住了他的手 很庆幸昨天晚上是他 两个人不断靠近 最后稳在一起 而就在两个人沉静其中的时候 明佑英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 两个人立刻红着脸分开 明佑英赶紧拿起电话问发生了什么 一听到自己的父亲醒了的消息 明佑英立刻推开了病房的门 跑去了明佑的病房 他一把推开门 就看到了憔悴的明佑坐在床边 看到他真的醒了之后 明佑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然后就扑到了明佑的怀抱里面 明佑摸着明佑英的头发 对于这些日子来 明佑英受的苦难而觉得心疼 他觉得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自己的错才造成的 如果他没有丢下明佑英 就不会这样 明佑英让他答应自己 千万不要再这样了 明佑想要知道 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 湛云亭突然推开了病房的门 明佑开心地以为 他是明佑英的朋友 明佑英告诉他 这是他的男朋友 明佑问他 那叶启寒呢 明佑英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都一点一点地告诉了他 对方听了之后十分地难受 他也没有想到他昏迷的时候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既然明佑已经醒了 明佑英开始询问他 是不是真的害死了叶启寒的父亲 明佑也觉得很奇怪 他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叶启寒会这么觉得 他也回忆起来了之前的情况 叶启寒夺走公司的时候 确实是说为了给父亲报仇 但是因为太过着急的关系 他还没有来得及多问什么 就因为心脏病昏迷了 明佑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很大的误会 但他希望明佑先好好休息 明佑让他去找医生 说想问问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支开了他之后 屋子里面就只剩下了明佑和战云婷 战云婷知道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单独跟自己相处 他问明佑想要什么 明佑希望战云婷可以直接离开明佑英 这句话对于战云婷来说是晴天霹雳 明佑这么说是因为他对于明佑英的期待 是过上稳定的附加生活 但是根据他的观察 战云婷是不符合要求的 他手上的剪子代表了他是一个用枪的人 自己不会把女儿交到一个危险的人的手里 而战云婷还没来得及说话 病房的门就被打开了 明佑英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 刚刚明佑说的那些话 他已经全部听到了 他辩解战云婷才不是一个危险的人 眼看着明佑英和明佑就要吵起来了 战云婷赶紧从后面抱住了明佑英 他让明佑英不要继续说了 但明佑英却依旧很坚持 他推开了战云婷的手 希望战云婷可以让他把这些话说完 然后他又看向了自己的父亲 他觉得明佑并不了解战云婷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里面 战云婷对他的照顾 他甚至告诉明佑 他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战云婷 这些话让父亲十分地吃惊 而战云婷则从来没有意识到 明佑英会这么在乎自己 他低声呼唤着明佑英的名字 两人四目相对 明佑英看着战云婷的眼睛 继续告诉明佑是战云婷 让他坚持下来的 明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坚定 他觉得明佑英是在胡闹 因为太过于生气 心脏都又开始疼起来了 明佑捂着自己的胸口急促喘气 之后再一次昏迷 明佑英慌张地大喊起来 医生检查了明佑的身体之后 确认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现在明佑的身体还十分地虚弱 他认为明佑不应该继续受到过大的情绪冲击 明佑英赶紧答应了下来 医生离开了之后 明佑英觉得很愧疚 他低着头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虽然如此 他也依旧希望战云婷可以被父亲认同 战云婷心疼地把他抱在了怀里 他做出了一定会让父亲接受他的承诺 希望明佑英可以不为了这些事情而担心 这样的情况让老爷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走进了明佑英父亲的房间 眼前不认识的人让明佑打起了一些精神 老爷子觉得自己应该跟明佑谈谈俩孩子之间的事情 而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战云婷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 来电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战云婷奇怪地拿起了手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电话里面传来了冷冰冰的声音 告知他明佑英被绑架了 要求他一个人前去 战云婷顿时紧张起来 他赶紧来到了电话里面说的地方 电话对面确认了战云婷是一个人来的之后很满意 然后就让战云婷自己走进大楼里面去 看着眼前的大楼 他心里虽然有些慌张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一边走一边仔细地看着周围的情况 他忽然抬起头来 就看到从上方掉下来了几个巨大的红色带子 他快步躲开 这个时候的战云婷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了 脸色煞白地躲过了那些带子之后 他的脚一不小心碰到了一根小小的细线 然后他就看到了漫天而来的语剑 凭借迅捷的动作 他躲开了一些语剑 然后又把其中的一些握在手里 这个时候他终于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声音 一回头就看到了被绑架的明佑英 一个男人把明佑英捆起来 甚至还堵住了他的嘴巴 战云婷因为太着急了 于是立刻跑了过去 明佑英看着他的动作 努力想要说一些什么 却因为嘴巴被堵住了只能干着急 战云婷要求绑架的人赶紧放开他 那人感叹战云婷还是有点水平的 不然也不能躲过他布置的这些陷阱 战云婷让绑架明佑英的男人不要伤害他 有什么事情冲着他来就可以了 并且他强调只要对方愿意放了明佑英 他什么都可以做 明佑英感动得流泪 那人却显得很激动 因为战云婷害得他家破人亡了 只是这件事情战云婷根本没有记忆了 这话让那个男人更加生气了 他立刻把明佑英带到了大楼的窗户边上 想要用伤害战云婷心爱女人的方式 来让战云婷回忆起来这件事情 然后就直接把明佑英推下去了 战云婷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 并且在下落的过程中 他把明佑英抱在怀里 在他已经做好了受伤的准备 想象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而是落在了一个柔软的垫子上 两个人都愣住了 还在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阵掌声 两个人赶紧站起来 战云婷的爷爷和明佑等人 都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每个人的脸上 看起来都很满意的样子 战云婷的爷爷点了点头 表示了对于战云婷的表现的满意 觉得他的举动没有丢脸 战云婷目瞪口呆地叫了爷爷一声 明佑英则是有些生气地 叫了明佑一声 战云婷的爷爷 满意地碰了碰明佑的胳膊 询问他自己出的主意 是不是很完美 明佑勉强表示了自己的满意 明佑英被松绑之后 就开始关心战云婷有没有受伤 对方一脸困惑表示自己没事 他想了想之后 总算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意识到了这是明佑 给自己设计的一场考验 明佑对于自己的行动 有些不好意思 他向战云婷解释 自己这么做也是因为担心明佑英 他不放心把自己娇贵的女儿 就这样直接交给他 战云婷松开了明佑英 他坚定地站在明佑的面前 询问考验最终的结果 明佑装模作样地 咳嗽了一声轻轻嗓子 有些不情不愿地告诉大家 战云婷大概算是通过了吧 这句话让战云婷非常激动 他深情款款地看着明佑英的脸 希望明佑可以同意把明佑英嫁给他 两个人的手顿时紧紧地握在一起 婚礼在一个月之后举行 草地上面布置了鲜花和气球 一众宾客都出现在了婚礼的现场 明佑英正在婚礼的准备室里面 忙碌地准备自己的着装 这个时候却战云婷却突然推门进来了 明佑英一张脸顿时烧红了 因为根据婚礼的习俗 在婚礼举行之前 新郎是不能见到新娘的 战云婷的脸也有些泛红 她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有些不太好意思 然后拉着明佑英说 她之所以过来 是等不及看到自己的新娘 明佑英穿着浅黄色的婚纱 模样十分美丽 两个人就这样在准备室里面拥吻 结束了之后明佑英 害羞地想要把她推出去 因为大家都在外面等着 突然她笑意尽收 战云婷起来回头一看 站在两个人身后的是叶启涵 她下意识地把明佑英挡在身后 然后质问叶启涵想要做什么 叶启涵让他们不要这么紧张 因为她这一次不是来捣乱的 而是来道歉的 她表示之前的事情是她搞错了 名副实际上并没有杀死她的亲生父亲 明佑英在听完之后表示了原谅 因为她现在拥有战云婷已经很幸福了 既然如此 就没有必要继续纠结仇恨 那一切她都不会在乎了 两人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起庄严地宣誓 一起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的幸福而高兴 几年之后 他们一家人出去野外散步 两人的孩子战木铭在草地上奔跑 还一边跑一边让明佑英也跑得快一点 战云婷走上前去拉住了战木铭 她告诉战木铭 她要作为家里的一个男子汉保护妈妈 战木铭大声答应了 并且还说自己要像爸爸一样厉害 一家三口手牵手 幸福地一起走向远方 这一段 我猜的不咬的 那我猜的不咬的 我猜的不咬的